非有消息 美国联合航空近日宣布已经为首架客机安装了星链系统 美联航是全球的第一大航司 基督规模超过1000架 它开始安装星链系统 对全球民航业的影响应该说非常巨大 估计它将会以每月50架的速度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星链的普及 星链是马斯克研究的低轨道卫星通讯系统 借助于数以万计的小卫星 星链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轨道上 提供互联网介入服务 这种服务不受天气地形和政治等的影响 价格低廉 目前正以火箭式的速度在全球普及 飞机客舱是星链系统最有前途的应用场景之一 民航业大约在30年前开始尝试引入卫星通信 但是K波段和KU波段的卫星轨道都太高 带来了成本高昂和速度其慢的问题 星链卫星现在实测下载速度能够达到200Mbps 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全球已经有多家的航空公司安装了星链 包括美联航、卡塔尔航空、波罗地海航空和夏威夷航空等等 此外排队订购的名单也非常的长 包括法国航空、爱尔兰航空、北欧航空、西洁航空、新西兰航空和英国航空等等 可以说早日安装早日受益 有分析认为星链系统将彻底改变当前民航业的客舱娱乐格局 现在昂贵的PTV系统可能会逐渐推出市场 被乘客们携带的便携式个人终端所取代 一些厂商可能因此失去生意 但是飞机的重量会因此减轻 购置成本会因此降低 最终可能促成机票价格继续下探 星链系统也还将改变当前的机上购物格局 航空公司或许会开发机上购物和点餐平台 乘客使用手机就可以方便的购物 再也不必受到网络和汇率等的困扰 反正乘机时能去的地方也不多 正好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刷手机刷购物网站 航空公司的机上销售工作肯定会突飞猛进 星链系统也会使廉价航空与全服务航空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由于传统的客舱娱乐系统不复存在 乘客会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定制化的服务 例如养成定制化航餐的习惯 那时航餐将从现在发啥吃啥变成定制选择 甚至也能支持后机时选餐 点一下手机马上就送到 带上飞机去慢慢的享用 星链系统的低廉价格 使航空公司不必顾及它的成本 到现在为止 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承诺免费向所有乘客开放 此前KA和KU卫星带来的消费痛苦 现在被一扫而空 而有些公司巨额投资KA或KU卫星 妄图以此创收的美梦 现在也被视为了最愚蠢的投资 当然 便捷的空中互联网带来的问题肯定也会很多 其中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噪音问题 如果越来越多的乘客在飞行中不再感到无趣 他们会不睡觉会交谈刷短视频 这样肯定会产生很多的噪音 有些乘客就外放音频 甚至是做成打电话的习惯 由此带来的不和谐 或许需要航司增加人手来应对 在星链普及之后 飞机客舱将不再是净土 而是普通地面 同时星链也还面临使用地域限制 等一些其他的问题 不过好在现在还没有人反对星链系统 他仍将以火箭式的速度 爬上一架又一架的客机 相信朋友们搭乘飞机时 很快就能够遇到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